妈 勇士和骑士到底谁会得冠军 同学都不跟我玩 我讨厌上去 公司调我去别的单位工作 可以拒绝吗 下载NP3音乐自己听 会不会违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运动 您关心的话题都在11.543 欢迎收听心事543 我是胡祥华 我们在上次的单元当中 跟你听众朋友聊到了 如果你是科技先生 或是科技太太的话 其实你面对你的家里的另外一半 对你的一种表达婚姻生活的不满 你该如何去处理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两手一摊 我就是工作啊 我没有办法 我就真的只能够这样子过婚姻生活 那这样的婚姻还能够持续下去吗 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 能够跟原品心理师商所的 黄亚玲心理师 再来继续聊聊 这个科技先生的家是谁人知 亚玲你好 香花还有心事543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是亚玲我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 不管是科技先生 或者是科技太太 他们真的就是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回到家里面去 真的很只想要放松了 就说如果没有公事的话 他们就只想要放松 也许老婆在家做菜做了半天 你可能吃两口 你就觉得OK 保了一句称赞都没有 家里动得干干净净的 你看都没看 你就去洗澡睡觉 所以对于这个婚姻生活来讲 另外一半会觉得说 我好像都得不到什么肯定 或者说我们根本讲不到什么话 这样的婚姻 真的他们会觉得是 非常的寂寞 或者是乏味 那所以这样 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去 就自己本身 如果说我是科技先生 或者我是科技太太 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 这样子的一个 家有科技先生或科技太太 我们的一个婚姻会产生的一个现象 跟我们的相处之道 那第一个我在想 因为很多的 你的另外一半 他如果是科技人的话 他大概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在他的工作 而且是高脑力 高问题解决的一个现象 在他的工作时间 那十小时里面 或是八小时里面 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的另外一半常会觉得说 人有回来 心也没有回来 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身为科技人 要有一个提醒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要知道角色要转换 就是我从办公室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能够有一个转换 转换就是 我现在要回家 当先生 当爸爸 或当太太 或当妈妈 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大脑 一个这样的指令 这个指令一下下来之后 你稍稍的可以有一点 稍稍的会有一些的转换 那你转换之后 你比较知道说 接下来会以谁为重 那即便有时候 你即便是惯性 你惯性的思考 跟惯性的做法 那也会因为你的 一个自我的暗示 也会稍微让你自己 有一个过度的感觉 这个很重要 那这时候你的耳朵 也比较可以听得到 你太太到底在讲什么 或者是孩子 然后另外一半 他们现在 你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的情绪正是在什么状态 比如说可能 亲子之间可能正在吵架 或是正在很开心 那你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角色的转换 其实你的心 跟你的耳朵 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那个下班的一个角色的转换 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暗示 一个这样的自我暗示 然后第二个部分 因为他的工作场域里面 是很高度的一个问题解决 问题分析 跟所谓的最有效率或最佳化 但是可能回到家里面之后 那个太太要的不一样 她要的是一种 我今天处理孩子 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的是一个讲话的对象 一个抒发 那你看这两种现象 它基本上就是在沟通上面 它就是天差地别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科技先生说 科技先生回到家之后 可能要告诉自己说 我的另外一半 尤其是你的太太 科技先生的太太 你要清楚地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要的是 抒发跟心理的支持 抒发跟心理的支持 她真的绝大部分 都不是要你帮她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也因为常常我们的科技人 会听不懂这个太太要的一个 抒发跟支持 她每每就帮她解决 这个太太就觉得 我就是不是要这个 所以她就会给她 捅越大的楼子出来 让她解决不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捅越大的楼子 让她解决不了吗 她其实就只是要让她 明白她的心情而已 我可能买了一栋房子 回来让你讲说 我买了一个两千万的房子 看你怎么办 其实这种有温度的言语 就是说可能科技先生回到家 真的就是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讲话的用词 是不是有一点点温度 有一点点 就是能够达动人心的一些用词 但是对科技人来讲会觉得说 我每天就是面对冷冰冰的 这些数字 就是这个电脑 那我能有什么温度 所以这个都是要慢慢学习的 对 那这个学里面 我给大家三个小技巧 这个大家记得就好了 你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半 第一个你就问她 今天还好吗 你就先问她今天还好 你不要问她说 那有什么事要做的吗 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就不要问这个 问她说 你今天还好吗 然后呢 第二个你就可以问她 你今天去做了什么事啊 就可以让她把她今天遇到的事情 她都可以告诉你嘛 然后呢 她讲了什么事什么事的时候 你只要再问她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心情怎么样啊 你只要问这三个 那个太太讲完之后啊 她都不会抛问题给你 因为她就很舒服 她就舒服了嘛 所以其实不用太多的言语 就是你丢问题给她 让她讲就对了 让她讲 你就让她讲就对了 对 那你不要帮她解决问题 因为你越解决好 她越火大 她会觉得说 那是你比较聪明 我比较笨吗 你比较厉害 我比较不行吗 因为其实夫妻间 其实都有一些竞争的关系的 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啦 不过在你丢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要看了她回答 就是不要说 她在那边讲 你还滑手机 嗯啊 导婆会觉得说 你是这样问问 真的问假的 你根本只是在敷衍我而已 对 滑手机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剂 你如果真的 有一些公司很重要的事情 要处理的话 你倒可以跟她讲说 因为公司那个工厂出现了什么事情 我先上去处理半个小时 我再下来 你给她一个时间 你给她一个时间点 说我上去处理半小时 她会等 而不是你一回来 好 你就想说 我回来了 然后你人就到 那个房间 然后书房里面 然后去处理了 这样她在底下会很滚 一天煮饭一天很滚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沟通的小技巧 对 那其实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的一个亲戚 就是他们夫妻俩都是在 算是科技业 那先生当然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 他的高报酬 高压力 那后来两个人相聚有了小孩之后 其实先生会想说 老婆也在 比如像公园院 这个地方也算是有压力的地方 他会觉得说他想帮忙 可是他又会就没有体力 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累 搞到后来变成在工作上 他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表现 就是他觉得说精神不济 没有办法 最后他 我觉得也是要两个人取得共识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可能要牺牲一下 就是你把你的工作放一边 回到家里面来 那这个先生就说 好 那我就是休息 休息好像休息一年 还是一年半的时间 回到家里面来 就是照顾孩子 然后他自己放空 然后还可以 学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等到这时间过去之后 他再回到职场去上班 他觉得他重新拿回了一些能量 他等于重新reset一下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的 这个是不是 对于如果真的碰到一个高压的工作环境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精神 已经快要崩溃的时候 这是一种暂时离开现场 暂时离开环境 然后重新回到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反而会让你可能对于 未来的这个你的工作 就是能够重新的再 充满一些能量回去会更好 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经验 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科技人 因为他在很高的报酬 跟很大的成就感底下 他很常不晓得自己 已经在耗能了 他上班的时候很亢奋 但是他事实上 整个内在是很没有能量的 很没有能量 所以你不管是你可以暂停 然后有一个在那儿休假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但这不容易 因为他要从那么高的转速当中 把自己停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方法 因为我自己的先生也是在科技业 所以我也看到他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就后来几年之后 我就跟他谈 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工作一定都很忙 你一到五 这个大家已经回家的时候 你还是要看报告跟什么的 我说我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假日我们全家去爬山 然后爬山的时候 因为也陪小孩 我们手机什么 你爬山大概就没办法再看手机了 然后刚开始他就觉得说 好累啊什么什么 我就说这是我们全家唯一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然后这样爬爬爬 我们现在家里已经爬了两年多了 他就会很感谢当初 我很坚持要把全家带去爬山 因为对他原因他觉得是 他每每爬完山之后 他的头脑更清楚 然后更有能量 所以他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更清楚的 跟人家开会啊应对啊 那个是更清楚的 所以有时候停下来放松跟休息 他是在帮助 他是在帮 他是一个帮助而不是浪费 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是科技人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半是很可以 就是说太太或先生 你不是科技人 你是很可以看到他的状态 然后提醒他 甚至呢 用一点你的 用一点方法 把他腰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有点把他们代理一下啦 就是要找到一个生活的重心嘛 如果没有小孩 或是有小孩之后也可以 一起全家做的事情 对 是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再谈一点 就是说 有关于那个 有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觉得先生常会觉得说 如果就问题的本质来看 他会觉得说 太太那个 就是说 他的另外一半 他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 所以常常在这种情境底下 他就会给他 可能不理会 或是给他 减要几个 几个方法 让他去处理 然后他觉得这样沟通 就停止了 那我常常看到 就是说这样的 这样家里有科技人的 这样的一个婚姻 常常另外一半的情绪 会累积 而且越来越暴怒 我们甚至遇到 有一些案例 他最后 就会 对另外一半全武行 所谓的 我说的被全武行的那一位 是科技人 是是是 因为对方受不了了 对方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的科技人 就会觉得说 我都赚钱给家里 然后妹妹在外面怎么样 怎么最后 太太要对我丢东西 还要 有时候连菜刀 都想要拿出来 哇 好严重 对 那其实对这些太太而言 就是她 她其实反映的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她的情感 没有被满足 她的情感 没有被满足 几乎所有人 进入婚姻生活 她要的都是 最终的目标 都要的是情感 对 她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 她要的是情感 她要的是一些 亲密 亲近 两个可以讲得来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对于 科技的另外一半 就是科技先生 或科技太太太 有时候自己心里面这一点 要有一些的明白 虽然你自己不是那么的热情 但是你要用你的方法来给爱 什么叫用你的方法来给爱 比如说你可能很逻辑 很理性 你可以想想说 那我怎么安排一个 最精准好玩的什么 我找出一个CP值怎么样 他们容易会做这种资讯分析 对 他们也说很可爱 比如说奶粉 你也可以把这丢给他们 比如说 请她比较一下奶粉 到底哪一种比较好 娃娃车哪一种比较安全 他们就很擅长做这种资料分析 对啊 这样让他们 对让他们擅长的事情 然后又能够对家庭有一些帮助 对 这个真的很好 应该有时候像我自己 我在读那些那么多的 那个安全系数的那个数据 我就没什么兴趣 这样 就丢给另外一半 他读得非常好 这样 然后 那这个部分 我常常会遇到 就是说有很多的 就是家里有科技先生 他的另外一半 大概就等到他孩子 可能到青少年的时候 他就提离婚了 哦 他们说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跟观众分享 他说 他们的工作 就是科技的工作 让这些人仿佛进入一种无底洞 哦 他说我不想要跟他在无底洞里面 继续生活 而他拥有的 我都不要了 嗯 好 那你就会看说 其实这个已经是长久累积下来的 他的那种亲近啊 没有被满足到 然后再来就是先生完全是在那一种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当中在跑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嗯 所以停下来 然后要知道自己的一个状态 啊 运用家庭生活有一些不同的安排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是 所以对于这个科技 就是本身是什么科技业的 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来说 其实就是不要想说 啊 反正结了 婚了 我婚都结了 老婆或是先生就不会跑了 所以我就是还是照样 在婚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其实是不是的 因为这个婚姻时候是两个人 以后如果小孩可能是三个人 或甚至四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所以有互动的这个这个状况啊 跟你以前没结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你可以当情侣 情侣也许是可以 因为到时候还是分开来嘛 因为就是回家 还是各自回家 可是结婚之后 就是变成在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 你的那个脑子的模式 就是要转换 就像刚才雅玲说的 你可能真的就要 在角色上面 一定要去想到说 我要转换我的角色 嗯 对 对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雅玲 再跟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说是 我今天是科技人 我是 我现在是当先生了 我现在是 或者是我有 我是当爸爸了 或者说我是太太 我现在也当这个妈妈了 可是我家里面 就是可能常常会有一些事情 就是跟另外一半 他也许不能了解 我工作的一个状况 他总是觉得我很忙 可是我也很想跟他 分担家里面的工作 但是我真的确实 可能时间上 能力上面有点 有点忙不过来 这样子两个人的沟通 大概就是要 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让这个沟通最有效 然后最能够达到这个 能够让婚姻 就是慢慢的 就是脱离这种冰冷的对话 然后有一些温度在里头 这个我就很想要分享 我觉得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先生 你 我就想当初你进入婚姻 也一定很希望是有一个美满 是啊 气氛很好的一个家庭 我想这个般 每个人的想象都是希望这样 所以依着这一个最终的一个 我们的渴望 其实你回到家 你一定要先懂得一件事情 勤贼一定要先勤王 所以你一定要先回来 勤着那个王 有时候有些时候 回去想要跟孩子讲话 什么什么的 不是 你回去一定要先跟太太说话 老婆快乐 家里就快乐 真的是这样 你回去一定要先跟他讲话 然后用我们刚刚那三个技巧 用我们刚刚那个三个技巧 就是说问他今天好不好 然后今天有做了些什么事 你只要让他这样可以讲个十几分钟 那基本上他就舒服了 对 还有就是眼睛 眼睛要看他 然后不能玩手机 你这个十分钟的这个 你把它变成一个仪式也好 你一定是要先这么做的 我就说做了这个之后 就拥抱安康了 那你做了这个之后呢 那当然你就刚刚也可以主动问他 他还说有没有要我做些什么或怎么样 其实他如果前面舒服了 后面就 因为你大概插不上手 他就跟你说 没关系 那你等一下吃饭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 你在做你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说 你那个事情大概要做多久 因为我觉得对很多的另外一半 他们觉得最可怕的是 他只要关进房间或者玩起手机 他根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停 这个是很容易让他们火大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界限跟那个切结点 你只要有色了 通常另外一半都很可以接纳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小技巧 要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当然我觉得刚刚一直有提到的 就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当初这个工作 当初这个工作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最终还是希望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那个 常常回到初中来想 比较有机会可以停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 然后再看看怎么决定这样子 是 如果说有能力有办法的话 一定要像雅玲心理事一样 就是全家人呢 总要有一天或两天的时间 来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是全家都可以去投入的事情 不管是去爬山也好 有的人可能是去露营 有的人也许就是去 比如说是大吃一顿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 全家人一起在 可以放下工作 然后就是互相的聊一聊 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凝聚家里面的 每个人的这个心 就是要靠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做 这样子这个家庭 这个婚姻才会是一个美满的 幸福的一个家庭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希望今天的 这样的一些建议 能够给这个科技先生 或者是科技太太 一些个帮助 就是让您在忙碌的工作时候 这个家里面怎么样能够兼顾好呢 也有一些一些协助 一些一些建议 一些提醒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原品心理资商所的 黄雅玲心理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聊到 这么个科技先生 科技太太的这个家世 的婚姻生活 希望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谢谢雅玲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GI�神 下一位 安全 试付 感谢观看